大家好,我是白龍學 白龍學今天要來做一個比較大型的附外鋼 要開鋼啦,開始 開鋼之前 所以就準備以前的一些綠材 我們要用一些網子 然後這培筋的東西後來又丟進去要排整圈 它這個基本上 這已經是放N年了 N年沒關係 打開,瞬間打開1234 然後我們把它裝進去再清洗 裝,再來,再來 裝滿培筋球 這些,像花生糖的也進去 我看把它分開 另外一包這樣感覺比較爽 同規格弄在一起 瞬間,還有,裝在這邊比較快 裝好一包,讓它平平的不要太多 第二個,再過來 瞬間套我套買 珊瑚谷也順便 有的是說會有緣分問題 但是我覺得時間到差不多了 可以躲消化菌 開始,也是一樣倒出來 瞬間一袋了 但是基本上 這樣來講的時候至少要鋪到這樣 消化菌還太少 消化菌的那個培菌空間了 我們再去哪? 之前我放一些庫存,拍上泳廠了 這盒是什麼 這個是內裝 薑棒,然後這個 這培菌條 好東西打開 這讚 這讚 這太棒了 培菌條 不可以勒 這培菌條要放到我館上的那個什麼 魚端比較讚 你知道嗎 那就放在戶外缸有點可惜 培菌條 有 好像很讚喔 還要用這個 那在戶外缸它 室內缸它是直接淋雨消去的 我可以看不然這先不要用好了 這先放 如果不夠我們再來 再來營養我們先看有沒有其他東西 啊,這裡看到了 這邊打開 拖出來 好像讚而已 一包 戶外缸要用這麼好 要營養用這麼好 不然剛剛好會被浪費 再來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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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什麼 打開 水 贏 一二三三個打開 喔,好東西耶 水 米國刷 好啊 這個米國刷跟這個 混材型應該不錯 因為有這個藍寶石 因為戶外缸看得漂亮 啊,還有這包摩擦一下 這個摩擦一下 我覺得應該要做造景比較好 因為這個是染色的 所以這一包 這一包可以做 DIY 塗水的部分 適原液造景 這些 走 瞬間來到戶外 來,開始做基本沖洗 這個培菌量這樣是 感覺要稍微不足耶 但是沒關係 抓滿 貝殼放進去 因為石頭它的縫隙比較小 事實上菌也是能進去 但是效果比較不會那麼好 清洗一下 這樣 洗一下 好 瞬間清洗這樣可以了